今年,35岁的王海广是一名电焊工,2010年他带着妻子从河南农村来到青海西宁打工,凭着过硬的电焊技术,在西信园附近开了一间五金焊接铺。 王海广说,他从小就有一个航海梦,希望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快艇。 如今,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宽裕,所以在2019年5月,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制作快艇的图纸,并着手准备起来。 想着就是以后可能过了这个年龄段就没这么个激情了,想着还是现在有时间有条件就做出来,以后免得有点遗憾哈,因为理想有很多种,有些比较大实现不了,只能想一想,能实现的尽量去实现。 为了实现自己的小梦想,王海广购买了六张钢板,经过二十多天的设计,焊接,安装,自制了一艘快艇。 据了解,这个快艇长三米,宽一点三米,高零点七米,自重四十公斤左右,整个快艇的制造成本在一千五百元左右。 王海广表示,快艇、螺旋桨以及传动轴是最难制造的部分。 可能最大的就是桨吧,可能做了有三四个,我觉得应该是,这个应该兴趣吧,应该有足够的耐心,确实难,因为想象一下很容易,其实真正去做,不过总体最后还是做出来。 俗话说得好,马儿跑得快不快,溜了才知道。 采访当天,在贞德西宁黄水公园安保部门的同意之后,记者同王海广和他的妻子在水深两米的人工湖里进行了试航,快艇下水发动后,在人工湖湖面上平稳前行。 王海广开着自己的宝贝在湖中转了一大圈,他开心地说,看来自己做出的快艇是经得住挑战的。 今天试水还基本上满意,然后动力稍微偏小一点,操控方向有点不是那么灵活,微调一下应该是问题不大,整体都挺好,马路了那么长时间,心情还挺好,挺开心的。 虽然快艇有很多瑕疵,但是王海广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好的技术完成了自己的航海梦。 王海广说,通过自制快艇还提升了自己的焊接技术,一举两得。 他的妻子王平丽告诉记者,每个平凡人都应该拥有梦想,不论大小,很开心能够与丈夫一起圆梦。 确实挺开心的,因为他头几年就想做,然后那会儿你就是东西做出来了,没地方放,拖了这么几年吧,然后几年太想做,那就做吧。 一天到晚在铺子里面也那么忙,有个爱好也挺好的。 在铺子里面就很奇怪。 全員的?